天空乌云密布 闪电打雷声不断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 杀了路上行人 措手不及 纷纷躲在骑楼躲雨 寸步难行 午后双北大雨滂沪 就像用倒的一样 白天变成黑夜 就连松山机场都因为大雷雨影响 下午一度暂停 避免作业 中南部地区跟大台北 今天都要特别留意局部的大雷雨 午后的大雷雨 而且甚至有短延时大雨 甚至豪雨发生的机率 午后可能来得又急又大 而且伴随瞬间的大雨 雷急跟强震风的现象 甚至不排足有 冰雹的现象出现 台北市包含松山 信义大安等区 时雨量达40毫米 机箱署针对双北基隆 台中台南等17线市 发布大雨特报 雨会一直下到晚上 除了提防 瞬间大豪雨 中南部山区 今天更下起了冰雹 以粒粒冰雹 从天而降 阿里山上森林游乐区 以及神木车站 下午2点到3点下起 约0.9公分冰雹 南投山区也出现剧烈天气 南投仁爱乡 冤风暗空公园 中午12点半和1点左右 分别下了两次冰雹 大小都在1公分以内 小客车停在路边 大雨伴随冰雹 打在引擎盖 和单风玻璃上 发出巨大声响 南投各地午后对流 发展得非常旺盛 固态降水 如冰雹 盖到地面上 尤其是在高海拔的山区 上午热暴 下午暴雨 气象鼠表示 像这样的极端天气 未来几天会逐渐减弱 不过因为天气 还是不稳定 民众外出 不管是雨伞 雨衣 或是防晒工具 都得多留意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